就是兢兢业业的 付出的太多了 然后我干什么他都不同意 干什么他都不支持 因为我们干的是旅馆 我想着我们那块 把旅馆也趋于饱和了 然后我就想着 现在这个汉服嘛 有好多年轻人都喜欢着 不过年轻人 其实我这年龄我也喜欢 我就想着把那个店转出去 然后做一个服装店 以汉服为主 您不同意 我不同意 你有什么资格 你把这店转出去 我怎么就没有资格 我经营十多年的店 你一下子转出去 这是我大半辈的心绪 你有什么资格转出去 你这个店你管过什么呀 还不是都是我经营的吗 那我不在外边 给你铺好个路子 你怎么干呀 那你把营业执照放这 他能给你挣钱吗 还不是我慢慢慢慢 一点一点干的吗 那我这一天天 给你把路子铺好 不是 您铺的什么路啊 咱们说具体点 就是办执照 营业执照 就办一次不就得了吗 该报仗的时候 对 他就觉得是 这个店什么证件什么 我都给你弄好了 你不就在家看看店吗 一直到预产期的时候 我还在店里干 而且像我们在大学城 边上开的店嘛 一考的时候特别忙 我那时候就怀着孕 就最忙的时候 三天两夜都没有睡 那你干嘛呢 这不把路子给你铺好了吗 不不不不 你路子铺好了 你日常不管的 那他怀孕的时候 都快生产了 预产期都快到了 那几天您在干嘛 我又别的生意 您啥生意 又开个饭店 那老婆要生孩子呢 那饭店的生意 丢个两天也不咋呀 为啥你不去帮忙呢 那个我没有时间 你时间干嘛去了 他就是这样 这第二个他就觉得 我都给你弄好了 你都在这守着 当时我怀孕那会儿 我本身就是 人生反应特别厉害 吃也吃不好 睡也睡不好 我记得是快到预产期了 就是本来我是身体 就有一点水肿 但是那时候 经济压力比较大嘛 因为我们开那个店的时候 都是贷款 也属于白手起降 基本上就是前台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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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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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